Hello 大家好 我是娃姐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跟大家拍 重本青必買推薦開箱 基本上我每一次去日本都會行藥妝 原來香港這家重本青是香港的第10間分店 還有今天要推薦的產品都會帶回去開箱 還有鏡後面的娃妹 今天她做攝影師 大家都知道我和娃妹經常去日本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未推薦給你 我們馬上去買東西 一摸 姐姐馬上去買 姐姐可以買 但可不可以不要摸 第一樣東西 拿了球襪先 是不是我也可以 你幫我拿這個 你先玩不起 我玩不起 最少一點 順著 第一個貨架這個全部都是防曬 這個Anissa是重本青獨家的亮白精華 我以為是小小的 我猜不到它是這麼大一枝 175元有180ml 防曬也是這麼大一枝 她的精華竟然可以比她大 還有這個 去沙灘大家一定要用 我之前和她合作過 她是超級防水 噴完之後保有容易 我那天是沒有黑果 她這裡有很多跟卡通有什麼聯繩的商品 現在這麼可愛 其實我想試香水膏很久了 很邪惡 這些有得試用 我試完之後就很想用 然後來到這個 Cgram 最多人推薦的產品是什麼 康黎潔麵魚 大家用深層精潔 最怕是什麼 太乾 沒錯 它這個出了名不乾 它是一個不會起泡的洗棉魚 它有點像Cream 這個是即雪草碎麵 比較不穩定的狀態之後 你可以當作Mask厚膚 在日本如果不是會員就沒得買 嗯 這麼囂張? 那這個真的要試 因為在日本 它不太比你買的 通常都是好東西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防曬 它除了這個 已經是SPF50加 PA++ 它還有80%的美容液 噢 因為通常防曬 你上面做的化妝 如果你太厚太黏的話 基本上妝都不貼 所以這個也是推介 這個牌子 叫Argela 這個是木浴露 天然有機的植物成分 我上網看的人說它很香 它這個也是有得refill 要不然我經常覺得 下下東西要重新買個新的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還以為是做什麼 所以不賣 以前這些補充妝箱很少 你看 旁邊那些全部都有很多 其實平時我對木浴露 是沒有什麼要求的 看它這個是重複稱王牌產品 就試試看它 大家有沒有看到頭髮 是順滑了很多 我花了很多努力 雖然我知道可能都不夠 你們天生禮質 你看我以前的影片都知道 我的頭髮真的不簡單 我以前一拿起是樹膏一枝東西 護髮油 護髮膜 總之頭髮真的很好 還有它這個洗頭水 我們可以一圖這樣試 洗頭水洗澡 好啊 因為我妹妹在這個位置 有很多雀斑 還沒有很多 還沒有很多 小小 一點點雀斑 它這個 那裡有說它的防止會有斑 所以這個美白精華 你可以試一下 我家裡所有牙膏 都是在日本藥妝裡買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它便宜 然後我發現原來香港買都差不多 20元而已 而且你不用坐飛機 又不用加50元的手持 但我不買了 但是我家裡真的很多 我想家裡的牙膏可以夠我用一年 其實兩隻差不多 0.5再紅一點 買兩隻我們覺得最美的顏色 Handmade的Dream鬼 這個是我潭的 1 2 3 4在這裡 我想說它比日本更多顏色 我當時在日本買到幾個顏色 我看不到這個顏色 你覺得它結束得久 嘩 它真的沒有看我的影片 我真的沒有 這個我只是推介它 它又上色又blink 而且又結束得久 這些人平時又不看我的影片 然後看到的時候又問 明明我的影片都說完了 謝謝阿姐 蛤 什麼事啊 這個我不是買了嗎 你還買了嗎 我還沒喝 它上鼻影就剛剛好 真的這麼巧 我的Coin用色 你 我說真的 我想說這個 大家麻煩 說過了 但免得你好像我妹一樣 看了不看 這個真的很好用 超好用 我有預感 應該很快被人掃光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件事 你可以不買這個牌子的 是一種一次性的洗臉紙巾 我用完之後 不能回頭 因為我皮膚不是很穩定 免得用一些紙巾 因為有時候紙巾也有香精 你不知道你用了 它用完之後是很韌的 你抹完之後 抹一下周圍的塵 潤唇膏 顯色得來 而且它很天然 它是大肚子都用的 所以如果你的嘴巴敏感 你可以試試用這個 好啊 我介紹你 然後你很命 我是真心介紹你 這個我用了很多年 我想買 我想買 我只是介紹給你 你可以不買 但我覺得我真正推他那一款 是他有色的衣服 送給你 謝謝 這個介紹了100次 大家如果麻煩鼻塞買了它 這個是佐藤製的頻尼 如果人身有三樣產品 我是超級怕它 不出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如果我外出沒帶去 我會不安樂 我會馬上出去買一支新的 這個 上次讀了Kurumi被人罵 R 讀L Kurumi 沒錯 差點被人罵 不是差點 你是真的被人罵 包頭的 好可愛 這個 這個牌子是一個日本化妝師出的牌子 然後我上網看 這個泡泡是很多人推介 說用都不難 我要買這個 試一下是不是真的好用 對 你又要嗎? 眼睫毛夾 這個我也想要 這個是在我的口袋清單裡面 這裡還有這個日本白貨 你看這個 我超喜歡這個杯 想不到這裡我可以買 這個我是專門買它的綠色和藍色那款 野食都有 我們已經走到野食那邊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真金白銀有買的 這個是Media的禮物 然後這一袋就是我自己買的 我也不覺得我買了很多東西 誰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跟大家開箱了 GO 其實你們買東西的片段 已經是五月幾的時候拍 現在已經六月幾了 裡面的東西已經用過了 隔了一個月才來開箱 因為我要試用裡面的東西 拍的時候 嘴還要是損了 現在嘴都已經好了 那廢話不多說 立即開箱到底上次重複了什麼 第一樣就是分享BGLAM的產品 總共帶了三樣產品回家 這個就是BGLAM的長下防曬水潤肌精華 這個10分裡面我給了9分 暫時未找到一個壞處可以挑剔 它裡面有八成都是美容液 可以做到兩個功效 一個是防曬 一個是護膚 質感是非常容易推 基本上你塗到上面就好像在塗一個護膚霜的感覺 不會黏黏很清爽也不會翻白的 如果你擔心塗到上面 再用你本身的粉底怕不適合 它完全不會 它是不會改變你原本的膚色 塗到上面基本上是塗了一個霜霜的樣子 它有SPF50加PA++加 一個加就等於四個小時 它有三個加 你一天的防曬就這樣用它就可以了 它可以調節肌膚的水油平衡 滋潤到你的皮膚之外 你更加不會容易泛油 那就大大減少脫妝的情況了 另外大家用完之後 記得要落了它 但它就不需要一定要用落妝膏的 你普通用洗臉奶都可以輕易落到的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非常值得推介的 就是它這個礦泥潔麵乳 雖然它的名字叫礦泥 但你不要想到它裡面有磨砂 它裡面的礦泥粉是非常小非常滑 如果你不跟我說 我以為它是普通的洗臉奶 而且它是一個不會起泡的洗臉奶 特別適合一些敏感性 乾性的肌膚去做 洗完臉之後 絕對不會有一些抹抹緊 覺得乾覺得痛的感覺 同時它也適合油性的豆豆機 去做深層清潔 特別是成年豆 有了消炎 舒緩乾紅 同時又可以保持肌膚需要的油脂和水分 做到深層清潔和保濕 另外它還有第二個用途 你就可以厚敷在臉上 當一個深層清潔的clay mask 我建議一個星期做兩至三次 敷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第三樣就是它們BGLEN的 即雪草睡眠面膜 這個面膜就是用在我們已經做完 日常的所有護膚程序 在睡覺之前用的 它的質地是一個清爽不黏黏 特別現在夏天 我們的皮膚都會受到紫外線的傷害 基本上你塗完它之後 那晚就可以等它幫你做修復和修復 因為它裡面的主要成分 就是積雪草 我想說積雪草是好東西 它可以加速修復我們受傷的肌膚 強化肌膚的屏障 另外它們BGLEN做了一個 獨家的QSUM滲透技術 可以將它們的美容成分 膠狼化 穩定性和滲透力更加高 這樣去送達肌底 亦可以做到緩和刺激和抗炎的效果 改善鬆弛下垂和乾燥 另外它還有支按摩棒 它這個是非常柔軟 你不會說插著臉 你會一直做按摩 一直做排毒 慢慢消除我們的浮腫 然後下一個就是 Anlisa的修復光腦化亮白精華 對 它是一個精華 我當時看著它心想 這麼大支 基本上它是塗上新的 除了你塗臉之外 它是從本身獨家發售的商品 Cosme 2024第一位 它以前是沒有出過的 這個是新的 因為以往看這個牌子 通常都是覺得它是防曬 但這一支不是用防曬 這個是修護來用的 它是專門修復光腦化而設的 還可以減少我們黑色素的形成 改善肌膚皺 主打就是你塗完之後 去穩定皮膚的補水和修復 另外它精華的質地非常水潤 完全不會黏黏黏黏 不會稠黏黏的那些 就是日夜都適用的 日後就幫我們肌膚補水 晚上就可以增長我們肌膚的黃金時間去修復 延悶我們的光腦化 亦都令我們皮膚更加耐曬 可以做到兩個小時極長效保濕 四個星期就可以改善肌膚的彈性和保濕度 它這個精華還有一個分衣草的花香味 然後下一樣就是從本身的獨家王牌產品 Ajila 我手上有它們的洗澡、洗頭和護髮膜 可以給大家看可以用了超過半支 首先就說它的shampoo 這個是植物保濕配方 首先第一個優點 我覺得它非常之香 它那種香不是香精味的香 是很天然的花香味 它裏面有98%都是一些有機的植物成分 洗完頭之後就會又清爽又香 然後就到植物保濕配方的滋養髮膜 用到這裡 我用了這麼多 只剩下這麼多 它的用法就是你洗完頭之後 拌乾水 只塗這些頭髮的部分就可以了 裡面還有這個軟木鍋、堅果油等等 我自己會等5-10分鐘之後就洗了它 頭髮就會很純滑、很油純 這樣就保持著去修護我們的髮尾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染頭髮 然後也是它的保濕涼滑、沐浴露 同樣地都是98%的天然成分 除了它有一些蜂型的泡泡去幫你清潔之外 它這個也是非常之香 它是一個甘骨的香味 你洗完澡基本上這個香味 是可以耐用到你睡覺的 然後下一樣就是The Returnal Time Right的美白精華 也是從本身的獨家王牌產品 裡面是有這個瓦油酸薄荷唇 可以護理我們粗燥的皮膚 它的重點就是防止我們有斑點和雀斑的產生 它的質地是一個濃密的水潤質地 可以提升肌膚的保濕 和改善肌膚的暗層 我們膚色不均都可以改善到 它就用在化妝水之後 這個就真的要長期用了 因為我們的雀斑和斑點點 不是起了才要去改善 你要一直保持著用去防止它們出來 然後就是Roman的果凍有色潤唇膏 這個月我是不斷用的 雖然它說是潤唇膏 但它的顏色是完全不舒服 而且你塗上嘴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很bringbring的效果 我就買了14號色和06號色 兩種顏色我都很喜歡的 一個是偏橙一點 一個是偏紅一點 它的質地是很順滑 透明感重的 但它又不會透明到沒有色 你是越塗越順滑 不會越塗越油的感覺 還有這一類比較bringbring的唇膏 我自己也有試幾款 這類型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的唇膏心很容易會溶 但這個是完全沒有這回事 你塗到上嘴 它這個也蠻實淨的 不會輕輕一握就爛的 還是沒有的 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聞 一陣水蜜桃的香味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在找一個bringbring的唇膏 我都蠻推薦這個 然後下一樣就是這個 Fasa Lisa的香水棒 我這是第一次用香水棒 我之前也是用香水的 我買這個公仔 純粹我覺得它很像我的貓 我自己會塗一下頸 手 它是比較像是一種 你洗完澡 出來有一陣淡淡的清香味 就不會好像一來到你塗了香水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噴香水噴多了 好像很濃烈 它這個就不會的 但是我自己就略嫌它這支棒棒有點短 大家看一下我已經用得到這麼多了 要省一點洗 不過它的香味真的很喜歡 然後下一樣我又買了一個 Kanmay的唇膏 我不明白為什麼又要買 我已經有一支 我家裡有兩支 我每次都說又要再買 之前介紹過 它這個好處 通常bring的唇膏 都會很容易一抹就脫 但這個就算你喝水 都不會黏到紅色在水杯裡 而且它的顯色度是非常高 但如果你說這支水潤一點 還是剛才我介紹的水潤一點 就剛才那個潤一點 這個就再實色一點 它就沒有剛才那支那麼透明 所以就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 這個Envy的美妝蛋 我想這個牌子大家都不會陌生 因為它最紅的應該是它的遮瑕膏 但我看到它是一個Cosme 2022年的 又是第一位 我自己就買了兩顆 一顆就在用 一顆就是我妹妹的 這個美妝蛋可以說乾濕都可以用 我自己就偏好整濕它來用 你吸完水之後它就會變大 我發現用這些真的會特別貼妝 而且你上的時候會特別均勻 基本上美妝蛋唯一一個缺點 就是你每次用完之後都記得要洗 我知道有些人是用大概一個月才洗一次 但我自己就真的沒有 因為我的皮膚很容易生痘 我自己每一次用完每一次都會洗 保持清潔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折毛霜 這個我是看別人的重本清開箱推介 說一定要買的 首先它的優點就是它小時候放在袋裡是極方便 你們猜不到它是夾得那麼漂亮 因為我的眼睫毛其實是偏小 但它竟然可以令我短短的眼睫毛夾到太陽花的效果 然後就方便我再塗Mascara 不會說超貴 都好像幾十元一樣 而且它的操作是很方便 之後在這裡翻下來 然後就開始是極極的 然後就是這個Birds Beast的潤唇膏 其實我自己主推是它們有色的潤唇膏 只不過當天我介紹給輪妹的時候 她就猴住 因為她本身就想選一支潤唇膏 然後她就買了這個 它這個品牌是孕婦都可以用的 是一個很天然的成分 你塗上它是淡淡的蜜糖味 挺推這個品牌的潤唇膏 然後下一個買了的就是Case的眉粉 這個是我妹妹長期用來打鼻影的補充妝 我想這個也很多年了 我小時候已經很多人用來畫眉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好樣 那今次的重本青開箱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買了覺得很好用的 歡迎在樓下推薦給我 拍完這條影片之後 我發現這樣邊走邊買 再回家開箱這個舉動也挺有趣 下次找其他店舖 看看還有沒有拍這類型的主題 最後最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由6月28日到7月11日買任何BGLAM的產品 只要向重本青出現我們這條片的劇圖 馬上送BGLAM的礦泥潔麵乳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買吧 掰掰